第一问老师还有个问题啊 因为我之前经常看您的节目嘛 有的时候就是您会要求热菜要用热盘 然后冷菜要用冷盘 那现在我们在家里的话 就是不是就不用这么多讲究了 如果你在家里能够做到这样的话 真的我打从心里佩服你 那我为什么常说热菜要用热盘呢 那是一个五星级酒店的一个标准 我们在家里吃饭的距离 只有从厨房端到餐桌 两秒钟的时间 但是在一般大餐厅大的饭店酒店 我们从厨房把这道菜端出去 可能要花两到三分钟 两到三分钟的距离 经过这个酒店的空调呀 路上的这个风啊吹 会把食材吹凉的 看了老婆是精益求精的人 好出锅了怎么样 我们打算摆个盘 我们打算摆个盘 摆个盘 像这种炖菜的就是直接把它 放上去就好了 不好意思跟你放在一起怎么办 不会你这很像这个客家小炒 真的 我自卑了 没有没有你只要把盘子稍微擦一擦 OK 就可以了 擦一擦好一点 对擦一擦好一点 看看你们俩做得怎么样 离镜头近一点好吗 让我们看一下 其实我真的觉得已经很漂亮了 哎呦 哎呦老乡你做得不错嘛 哎不错呀 哎不错不错 我刚刚已经吃了我自己做的了 来请 我赶快尝一下您做的这个 嗯行 这个三杯这个鲍鱼啊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叫做三杯素鲍鱼 用香菇 嗯 用杏鲍鲍鲍 嗯 粗的杏鲍鲍鲍来做 嗯 嗯 这盘子都是我的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我干走了 我要请教一下斯蒂文老师 据说呢吃不同的餐咱们要配不同的酒 嗯 这个您肯定特别讲究 嗯 今天咱们吃的是鲍鱼 算海鲜对吧 葡萄酒 配葡萄酒 白葡萄酒 海鲜嘛 白肉 好不好 两位家里有白葡萄酒吗 他们有白酒 对我们有白酒 我们茅台 茅台你看他们两个感情多好 哇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用白酒来装这个海鲜呢 海鲜呢 它这个味道比较纯 所以白酒它比较清淡 所以两者碰撞在一起 其实它更能够带出这个所谓的鲜 这个字 哈喽 据说呢这款霞多利白葡萄酒呢 是产自于美国 真不错啊 不错啊 因为它是加州产区你知道吗 对 因为加州产区呢 那个阳光非常的充足 加州阳光西部牛仔嘛 没错 而且美国人做酒呢 他会把酒做得特别的直接 所以它的味道 干脆 干脆 对 非常干脆 直接 所以它的味道呢 很清新 很顺和 开瓶就可喝 开瓶就可喝 不需要醒酒 对没错 虽然搭配我们这样子的鲍鱼啊 包括您在家搭配一些生蚝啊 海鲜味啊 特别适合现在的快食家庭 没错 对 立刻在家做完美食 您可以扫描二维码 订购我们的美食盒子 带回家 然后同时呢 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 把这个酒的送货倒腐 一顿大餐就在家里等待您了 好 两位 酒也喝了 菜也品尝了 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让老婆跟老公打个分 好 领导 领导 您发话 今天员工的表现 还是比较满意的 对 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回头把碗刷了就行了 哦 把碗也给刷了是吧 太实在了你 对 我看他好委屈 但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出来 他们两个平常在生活当中 一定是很重于这个感情的分享 但都可以感觉到说 他对老婆的疼爱 你看我们四川趴耳朵多厉害 趴得好 做饭 对吧 哈哈哈哈 他已经哭了 好贵的 请您点评一下我做的这道三杯鲍鱼 我觉得从卖相上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您是个非常精明的老板娘 这个鲍鱼很少菜很多 太棒了 但是卖的价格跟你一样 简直符合这个经济效益 那味道怎么样呢 味道对对 说起来这个味道 必须得尝味道 对啊 我跟着你学的 怎么也要听老师点评一下 嗯 怎么样 好吃耶 小鲍鱼有小鲍鱼的美 大鲍鱼大鲍鱼的强 所以呢 不管是小鲍鱼还是大鲍鱼 我觉得今天这道菜都是棒棒的